令人厌恶的活躯也能治病 成千上万活躯啃咬伤口 想活命叫忍着 在英国有一位45岁的男子 因为散热器被严重烫伤右脚前脚掌 因为患有糖尿病的他 难以准确感受到疼痛 导致创伤严重并持续感染 等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面临节制的风险 跟这个英国男子有相似经历的 是我们国家一个习武的男子 他在一场火灾中 双腿被烧焦 因为烧焦的腐乳太多 双腿可能要从大腿根部进一节肢 这两位男子都因为腿部问题 使得自己命选一线 但最后他们都因为活躯捡回了一条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活躯也能治病了 英国男子和我国男子 为了救命都选择了蛆虫疗法 就是将蛆虫放在伤口表面 让蛆虫将腐败的肉质吃掉 英国男子被医生放了400条活躯虫 放进了脚部的伤口里 让其将男子的伤口腐烂组织清理干净 腐烂组织清理干净后 再将蛆虫取出 进行伤口清洁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男子脚上将近10厘米宽的伤口完全愈合 并避免了截肢手术 而我国男子的伤势更为严重 两条腿被烧焦的没法看了 伤口重度感染 又得了败血症 连命都难保了 医生之后给他也用了蛆虫疗法 男子的烧烧面积过大 需要将近10万蛆虫左右 这10万蛆虫跟男子共度了一周 每天要忍受蛆虫啃咬的感觉 虽然很难受 但为了活命 必须忍下来 男子最后虽然也进行了截肢手术 但截肢位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男子的命也因此保住了 活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众人嫌弃 但他确实救下了很多病人的命 且早在16世纪中叶时 就已经发现在活去能够对感染窗口进行清洁作用 在1998年 就正式将磁疗法引进我国 并应用于临床获得了成功 蛆虫疗法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众所周知 蛆虫是一种食服动物 对腐肉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 相反对新鲜的肉不会下口 且深层的腐肉也会被它们寻找出来吃干净 若是手术的话 深层的腐肉只能切开表面再将其切掉 容易造成二次干扰和伤害 蛆虫不仅不会吃伤口周围健康的组织 不影响其他周围正常组织 还能促进肉牙组织的形成 且它们在吞噬腐肉之后 排泄物中还含有杀菌的盐 体内中有抗生素和提高免疫力 等有助于溃疡伤口愈合的物质 蛆虫清理起难以愈合的大型伤口速度 比青创手术更快更安全 一般多数用于难以准确感知疼痛的 糖尿病患者身上 但是不合理或者错误使用蛆虫疗法 甚至使得病情雪上加霜 我过一位男子王先生 在网上了解到蛆虫疗法后 在自己家中自制骨毒汤 敷在自己足不坏死的糖尿病父亲上 吸引了大量的苍蝇缠卵 这个做法坚持了五年 自认为效果很好 但是直至有一天 王先生的父亲又叫大拇指 因溃烂感染掉落了 去医院治疗才知 他这种自制的蛆虫疗法 害了自己的父亲 因为这些苍蝇 并不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是在自然界中生长的苍蝇 携带了很多的病原体 在接触王先生父亲 是传染了这些病原体 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 所以不要病急乱投医 还是要去医院里 给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 不然可能会造成挽回不了的后果 没想到 然而恶心的蛆虫 竟然能在医学界里发光发热 但哪怕蛆虫的疗效很不错 仍会有很多人抗击这种疗法 因为看着挪动的虫子 在自己身体上爬动 实在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关卡 你们能接受蛆虫疗法吗